來看的是反對政府用人民這個立稅的錢來買新聞 今天這個記者協會和一些民間團隊做成了這個 我們收買新聞的聯盟要來做這個感動工作 各班的國民健康局要拍攝一個沒有平能的健康環境新聞 農委會是主席大電龍的報道 每一日行期報紙 分不清楚是政府正式選擇的功課 或是新聞 政府用人民的稅金來拼正規 讓自身的媒體人離職 要來踢開這個新聞制度的範圖 民間反動的聲音 總統馬英九行政黨五段以後條約兩黨都有會員 國民黨各民政黨也提出修改版本 涵著政府部門必須要公開是新聞還是公告 不過國民黨提出的修改版本來帶領位 正在各級經費制度性行銷應該沒有受到涵著 政府的所投資的基金會或是一些相關的這個這個機構 他是想要去規避這個自入性行銷的做法 在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四條當中就已經很清楚的告訴我們 什麼叫做政府 所以這些 國民黨的這樣一個提案的方式是我們不同意的 記者學會跟文改團體還有幾十個新聞的聯名 和團體是立法新聞社會聯名 他們說這波反對政府社會新聞的運動 才開始 聯名會繼續來感動立法和習慣的工作 政府相關部門不可以做新聞制度 只是第一步他們會繼續打拼 未來希望所有掌握性的制度性行銷 在新聞中完全相信 記者單索跟單純為一代發報的